咱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哪些地方是核心呢 我把这个图打开 所谓的这个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你首先要明白目击是什么 三次握手保证双方准备资源 四次挥手把那个资源给它放掉 释放掉 三次握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很多同学们就会 四次挥手有问题 对吧 我着重讲解一下四次挥手 这个地方我再强点减点 正常情况下我换成白眼子 正常情况下你的客户端 客户端在这 正常情况下你的客户端先掉cloud 客户端一定要用cloud 你的应用程序设看起来一点效果没有 但是操作系统底层已经发了个包过去了 发过这个包过去 操作系统因为毕竟发的是TCP的数据包 那么有个约定 你要是发的你要告诉我也是 那么这个包不是过去了吗 出于友好的一个遵守这个协议的目标 目的服务器给对方回港 此时对于发送方 是不是已经真真正的知道这个数据包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好了 ok 明白了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你的应用程序 因为刚刚你的操作系统收到了这个东西 你的操作系统就会通过特殊的方式 来让你的应用程序的receive接触上 你的receive接触上正常的流程是 接下来你判断有数据去打处理 没有数据是不是接下来就掉用可漏的了吧 你接下来只要一定要用可漏的 你的应用程你的服务器在帮会一定会掉可漏的 一定要用可漏的操作系统是不是也会像再发一个数据包了吧 那么你发过去之后你怎么知道对方已经收到了呢 所以说客户端一定会给服务器确认一下这个包 咱们已经收到了 听懂了吧 也许是真正的四字回首一共就是在四个白颜色的建筹 首先说有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说第一个 为什么要四个不像三次握手一样三个 就是为什么不把这个和这个合在一起 首先说这个问题 这个的目标是确认 这个的目标是不是一个新的一个请求 不过相当于啊 那么大家看一看 当这个包过来的时候 你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你要给人家回这个 第二件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通知你的应用程序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截堵塞了吧 你的应用程序是截堵塞之后 你的应用程序有可能掉一可漏的 有可能掉可漏的 接下来也就说这句话是有可能有的 也可能没有 你只要不掉可漏的 这一句话就没有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你只要不掉可漏的那四死灰鼠 他就这地方卡着 他就是不走 他就卡在这 所以说呢 就在这地方等着 那么很尴尬 同学们看着 咱们把这个包发过去之后 因为你要回复确认 所以说你目的是尽快的确认 但是呢 你的应用程序里边没有掉用可漏的 所以说这句话是不是你迟迟不发呀 那么就导致了我的目的是把他俩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又迟迟不发 我怎么发呢 所以说最终导致的一个结论就是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一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像你卡在这就不发了吧 很尴尬了呀 这个时候因为客户团等着你了 所以说这就不行 怎么办呢 你就拆开 你确认的是确认的 你什么时候掉了可漏 我什么时候发 是不是这就是四次的一个原因了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箭头就这个 什么时候发 服务器掉可漏的时候才发 不掉服务器 不掉可漏的服务器这个地方给你就不发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服务器不掉可漏的 你这句话就在等着 四次回数 给你就没完成 就在等着 什么时候完成呢 一般情况约定是 我收到了解读色 没有收到数据 我就认为对方挂了 我接下来是不是掉可漏的吧 一般的约定是这样 一般的约定是 我关了 你收到了 receive解读色 而且没有数据 你 两步 一个是确认 一个是新的 一个这个关闭 接下来客户端也要确认 这么说理解了吧 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 在服务器 收到这个之前 服务器会不会堵算 会不会保留这个资源呢 会 服务器即使掉了可漏 服务器依然会保留这个资源 保留了什么时候位置呢 这个建筑到来位置 听懂了吗 那么有人说 服务器会在这个地方 等待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来了 服务器立马把这个资源放了 即使是一个正确的流程 客户端依然在这个地方等 等多长时间呢 等将近两分钟 目的只有一个 因为客户端是最后一次 数据的发送者 他怎么保证这个数据到达 一个约定 如果我发了这个包 你没收到 你过一会再给我一个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个包要是没过去 服务器不是等待一段时间吗 他就超时 他一超时就发这个 听懂了吧 他一超时就发这个 还原来这个 那么咱就这么想通吧 我如果不在这等 我只是假如这个资源过去了 OK 你不等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你发的这个包 你认为发的 但是网络出现了异常情况 对方没有收到 请问对方是不是过一段时间 对方还会给你发个什么东西啊 对方过一段时间 还会再给你发一个这个 请这个这个这个的请 这个备份 这个请求再来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到来的时候 你的电脑里边没有为这个数据做了一些准备 那么请问接下来这个哥们是不是就是废物了吧 那就很尴尬了呀 这种情况对吧 我来了 反而你没有做好饭 那肯定不行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记这一次数据包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你听懂了吧 我不管你有还是没有 通通的约定 我等一段时间 有呢 你过一段时间来了之后 我就用这个资源为你输入 要是没有呢 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把这个资源释放 可以了吧 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资源 等待两个分钟左右的时间 目的现在听清楚了吧 就只有这一个 客户端先调Cloud 客户端最终等两个钟 要是把这个C抹成S 请问 是不是将来服务器就等待两分钟啊 等待两分钟这个期间 是不允许你再重新用Band来绑这个 因此就出现Adress already use 能力呀 所以说客户端 限调可乐的 客户端为什么 没有出现Adress already use 为什么 人家端口随机呀 你说是个道理吧 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假如说这边 我就铁了心让它是S 我就是铁了心要用这个 重复这个资源 怎么办啊 我刚刚是不是说过那句话 把这个服务器里边 加上这句话 让这个套件字 是不是可以重复利用这个资源啊 Set shock option 设定套这样子的选项 这就是他啊 好了 我刚刚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面试的时候有可能问 你现在了解 以理解为主不要背 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月呢 你百分之百忘 面试之前 先切记头嘛 再拿个图来再看看就可以了 弄了一个意思了啊 好